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上个节目我们讲到历史 相信下面应该一堆台湾人蓝绿草成一团了 然后说什么我不懂就不要出来做节目之类的东西 我们就来继续讨论教育失败的话会怎样 美国教育部长米格尔·科尔托娜 使用了一位共和党的总统的一段话 然后稍微扭曲了一点 You know, we're going to set up follow-up calls with every governor we met with to make sure we're available As I think it was President Reagan said We're from the government, we're here to help There are resources there, there is technical assistance there and there's a playbook that could support the work you're doing Count on us as a partner in this our students are waiting thank you 是哦 雷根总统是这样说的吗 雷根总统是个大政府的大左派 会说出来这样子的话吗 We are from the government and we are here to help 我们是政府派来的 我们是来帮助你的 这个只能用来欺骗中国人跟台湾人的这个左派思想 你的未来我来顾 的社会主义极先锋的思想 是从雷根来的吗 还是说 雷根说的是 但是大家都知道 我这辈子最害怕的九个字就是 We are from the government and we are here to help 大家应该要知道这一句 因为这大概是雷根总统 说的最有名的一句名人名言 我们来看一下 我认为总统 Reagan 说的 We're from the government We're here to help 呃 No I think you all know that I've always felt the The nine most terrifying words in the English language are I'm from the government and I'm here to help Oh my god 很明显雷根总统想要传达的思想是跟我们这位教育部长想要表达的东西完全相反的 那一个政客说错了一段名人名言 就像我说圣经说错字 或者就像说什么拿撒勒人跟拿戏尔人 我搞不清楚一样 很不应该很糟糕 应该要认罪悔改 但是可笑的是 这个人是我们美国的教育部长 OK 这就像说某个牧师上台刻意扭曲圣经 说什么神支持变性人 变性人身上的手术的苍疤 就像耶稣身上的边伤一样完整的身体 刚刚那一段就可以完整的告诉各位 我们现在美国的教育程度是什么样子 连教育部长都是这个样子 值得一提的就是这个人还不是一个什么普通的拜登的朋友 因为拜登掌权了之后 鸡犬升天 摇身一变变成教育部部长 这个人之前是康乃迪克州 Connecticut教育部长 OK 州的教育部长 在这个之前 他是一间小学的校长 也就是说这个人在公立教育里面打滚了一辈子 他有四个学位 大学的文凭 一个Bachelor Bachelor of Science 理科的学士学位 MS Master of Science 硕士学位 然后还有这个叫做SYC 好像就是一个什么教育的一个什么特殊的学位吧 还有一个Doctor of Education 教育博士的学位 四个学位 他在这么重要的场合 在这么重要的职位 犯下这么重大的错误 或许不是他的错 有一堆学位 但是我们每个人都知道 学位只是婆婆妈妈打麻将 或者是一堆没什么用的爸爸打高尔夫球的时候用来炫耀的东西 学位本身其实不代表任何的智慧 他去了一堆很好的大学 那我们现在也知道大学的名字只是左派程度制造机的指标而已 他掌管了一个国家的机构 一个从来就没有做过什么正当事情的机构 就是给我想想看 美国教育部有做过什么事吗 或是好久没有做该做事情的机构 从JFK把圣经还有祷告 从公立学校移除之后 就没有再做任何事情 好事了 美国的学校一天比一天的烂 现在我们在这边嘲笑他 因为这个教育学士 硕士 博士 什么都不知道 他使用雷根这句名人名言 完全是跟雷根想要表达的东西是完全相反的 但是 雷根总统其实也不是完全正确的 雷根总统可以算是美国人最喜欢的总统之一 如果各位看一下这个选举结果就可以知道了 或许这个1980的这个选举结果是因为他的对手是 Jimmy Carter OK 史上第二烂的总统 OK 社会主义极限风的一个总统 现在第一烂的已经是我们的Joe Biden了 但是1984的总统选举结果出来了 你看 整个美国红成什么样子 你看看我们加州 看纽约 看马省 如果我们 可以重新变成这个样子的话 或许就表示 是我们真正重新翻转美国了 我们变成一群爱国爱自由爱正义 独立又刚强的美国人 我们是一个自由之地勇者之家 我个人我也很喜欢雷根 我读过他的书 我也听那个Oscar的这个建议 去看了他的葬礼 听了他的事迹 是个很棒的人 打赢了冷战 创造了美国的保守主义 以及世界的保守主义的联盟 连同英国的铁娘子跟教宗 击败了共产主义的苏联 为什么我们这一代的人 跟我们上一代的人 会这么嚮往美国 觉得美国什么都好 拼了死命都要从香港 台湾 中国大陆移民到美国 很大一部分就是因为 当时的雷根总统做的事情 还有美国整个国家的形象 但是他也有错的地方 他活在一个不同的时代 世界的敌人不一样 我们美国现在的情况也不一样 国际情势也不同 现在英国没有铁娘子 而且天主教的教宗 是一个大左派 连很多天主教徒 都不认可这个基督教的半仙吧 所以我们不可能 每次遇到问题的时候 我们就把雷根总统的尸体 挖出来 试图再用他的方式 来解决我们现在的问题 其中一个雷根的错误 或者是现在不实用的地方 就是刚刚这位教育部部长 试图要说的名人名言失败的 我最害怕的英文里面的九个字 就是我是政府派来的 我来帮助你 现在不实用 政府不是一直以来都是坏的 政府存在其实是有意义的 只要有人就一定会有政府 我们是群居的动物 人天生就会在乎政治 就算是基督徒 我们在那边说什么 我们不在乎世界上面的政治 教会里面就会搞教会的政治 在公司里面就会搞公司的政治 在学校里面就会搞学校的政治 政治是人类生活的一部分 政治的目的是要执行正义 来确保所有的人可以和平的居住 还有互动 政府存在的目的 不是完全远离我们 离我们远远的 让我们想干什么就干什么 那样子叫做无政府 而且那样子的政府就没有存在的必要 而且没有政府的话 我们的社会会变得更可怕 政府存在的目的 其实跟人存在的目的是一样的 因为这是人建立出来的 政府是神设立的 圣经里面的士师 先知 王 全部都是政府 所以反政府是不符合圣经的 政府要用公权力来去做正确的事情 以及避免错误的事情 避免不正义的事情 另外一个政府存在的目的 是叫做 Principle of Subsidiarity 辅助机制 就是所有的决定 必须是要离人民越近越好 越符合当地人的生活 越接地气 越适合当地的人口 这样子创造出来的规定 跟条例 才可以符合当地人的需求 政府的工作 不是用来惩罚人民 或是管教人民的 而是要去做正确的事情 还有避免错误的事情 如果你是基督徒的话 你就知道 这个是在说符合圣经的事情 还有避免不符合圣经的事情 换句话说就是 政府存在的目的 还有政府延续的方式 就是提拔义人 正直的人 愿意出来守护自由 清廉的人继续执政 雷根总统这句话 最可怕的事情就是 我是政府派来的 我来帮助你 这个思想其实跟很多基督徒非常类似 我们只要待在教会里就好 只要祷告就好 我们不属于这个世界 当我们把雷根这句话 当成是一个像福音一样 或是什么宪法第十一项修正案的时候 我们就跟我们的社会 我们的政府 有一个非常严重的断层 而且会越来越严重 我们就会一直不断地输掉文化战争 因为我们自己主动地把政治的权利交给了左派 交给了坏人 义人只待在教会里面 纯粹祷告 一天到晚就是以为自己圣灵充满的时候 就是我们把我们的一千两 两千两 五千两 埋在地里的时候 当坏人掌权的时候 他们就是会夺取人的自由 创造出各式各样的命令 让你更害怕 让你更无助 让我们更没有办法回到 我们应该活在我们的命令当中 而且他们都会用很好听的话 来让你自动放弃权利 例如双新家庭 得到的后果就是市场全面的通货膨胀 现在每一个家庭都必须要双新 双新不是一个选择 双新家庭没有让我们的生活富裕一倍 而是让每个人的收入只能拿到一半 因为通货膨胀的关系 还有像说免费的公立教育 得到的后果就是父母失去了所有教育的权利 所有小孩都被掌握在教师公会的体制下面 父母跟小孩的关系变得更差 小孩变得越来越无知 还有枪支管理 得到的后果就是 好人的枪支全部被没收 坏人持枪去抢劫的时候 好人一点反抗的能力都没有 还有各式各样好听的政策 各式各样我们在每个国家听到毁灭掉一个国家人民最基本做人的尊严的政策 字面上听起来都是非常好听的 我们一群保守派在那边开心的笑 哈哈哈哈哈哈 你们这群没有底线的自由派 独裁的左派 雷根总统早就说过了 你以为你的政府会帮你解决什么问题啊 哈哈哈哈 答案就是 是的 政府 现在的政府 的确是在帮他们解决他们的问题 他们的问题就是我们 保守派就是他们的问题 基督徒就是他们的问题 神就是他们的问题 他们就是利用政府来解决他们的问题的 就是利用民主来处理掉他们认为不应该存在的东西 就是我们以及神的律法 就是圣经 他们可以骚扰教会 设立一个教会免税的福利制度 要求教会服从他们的方针 让基督徒更关在教会里面 让牧师更软弱 而且在社会里面更没有影响力 他们监视着我们一举一动 到处都是监视器 到处都要政府的执照 到处都要经过他们设立 还有掌控的大学的监控 让我们没有自由 夺取我们的权利 很多台湾的基督徒 或者是在网路上面 看过什么路浩东写的东西的 会说什么 孙文 孙中山 国父撰写的中华民国五权宪法 是比美国宪法还要完美的宪法制度 但是政府设立考试权跟监察权 其实是一个破坏自由市场 做什么都必须要有政府 分发的执照的一个 非常社会主义的政策 我想说的就是 雷根说的东西 现在不适用 美国现在没有盟友 敌人也完全不同 或是基督徒跟保守派 现在没有盟友 敌人也完全不同 现在英国没有铁娘子 也没有一个有道德的天主教的教宗 唯一能拯救自己的方式 就是重新建立美国的基督价值观 基督徒重新在美国掌权 教会要有勇气 重新的做这个世界的颜根光 传福音建造教会 建造门徒的目的 不是只是为了让教会的人数变多 奉献变多 而是要改变人生 改变社区 改变国家 So it's time for you to take the government and be the help 感谢大家收看 我是Eden 更多美国情报 请持续关注AI News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